文句字幕志愿者 李登 говорю 李登 говорит 李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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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基本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個星期裡面的話 已經 不是上個星期 禮拜一 已經把兩個項量 項量跟純量 之间要怎么样去运作 已经有胶围的胶带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整个的微分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纯亮微分过一个向亮 它的这个变动的情况 是接着我们要探讨的 那首先呢 我们会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回到你们大一的时候 再学习这个函数 一个函数的情况 那我说 基本上面 一个函数 fx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也就说 ok 这个函数 它随着x的变化在改变 那什么是微分呢 有没有可以 同学有告诉我说 对这个函数的微分 我说在x位置上面 那你们都知道微分 我说要在这里微分 那什么是微分 啊 对 在求学历 那为什么是求学历呢 为什么是求学历 为什么是求这一点的学历呢 如果再回想一下 所谓的求学历的部分 当时你们的微分 的部分 一个东西的微分 ok 是当x 变动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函数变化多少 对不对 就是你要求学历 所以基本上面 你如果是从x 变化到x加Δx的时候 那对应这一点 的值 跟对应这一点的值 你要把它相除 就是你在求他的学历 那微分的基本情况就是 在这个条件底下 ok 就是当你的Δx 取很小的情况之下 我如果把这个画得比较陡一点 这样比较容易清楚看到 过着我把它放大一点点好了 这样子 好 那我说 这一点跟这一点的学历 因为Δx的时候 那你这一个变化是多少 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Δx 换句话说 你所谓的微分的意思 就是 在Δx 趋近于0的时候 它的Δf 这就是求学历的情况之下 这是我们在讲的 这个微分的情况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呢 好 今天的部分我们要把这个 这是单一个变数的情况之下 你很容易的了解 在一度空间里面的 那我现在呢 如果我这个函数把它改变 变成三度空间的情况的时候 那一样的 那一样的 我要去求 βf这个 这个东西呢 要把它变化成βt的时候 那会是什么 那我们平常我们在讲 上面的关系是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的Δ 在这里 我可以把它 写下来一点好了 所以这边 我很清楚的 我可以把我的Δf的部分呢 那跟Δt 这个Δt 我们如果说这个是F'x 那我 就是F'x dx 那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 代表的就是 它在求这个的学历 那现在呢 你三度空间的情况 这个部分 就是当x变化一点点的时候 我函数的变化 那同样的 在四三个变数的时候 我要去求βt 那会是什么 那你现在你就想 如果是在三个变数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维基分里面都知道说 我必须先固定 其中的两个变数 看它的变化量多少 那你要固定其中两个变数 对某一个变数来做 这个所谓的这个函数的变化的时候 因为你的变数是 把其中两个变数 在数学上面 在数学上面 我们就用偏维分来表示 对不对 这个的意思就是 我把YZ固定 只改变什么 X的同样的意义 OK 换句话说 如果是三度空间的话 那你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 不管一个三度空间 那它这个整个函数的变化 那我现在要算 我就把XYZ的方向都固定了 我就固定YZ 沿着X轴的方向过来 那它改变一点点的时候 它的函数变化是多少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偏维分的意思 那换句话讲 在这个方向上面 它变化量是这么多 那同样的 我固定了另外的方向 那把固定YZ 这两个变数 那它变化是这么多 再来 我把Z的方向固定 把XY的方向固定 那它的Z轴方向是这么多 这是 从这个数学的观点 你就是要看它的变化量的时候 你就是从YZ固定 你就先看它的变化量 再来呢 YZ固定 Y轴变化 XZ固定的时候 那你再看它的情况 然后再来呢 就是Z跟X固定 那Y 对不起 再来的话是 XY固定 然后Z 它的变化是怎么样子 OK 这就是等于它 T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还想要 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它这一部分 是一个scalor 那如果 你要把它 变成两个东西的相作用 向量的 向量的话 的作用的话 那向量 两个向量作用 会变成scalor的话 那会是什么 一定是两个向量 像什么 scalor 对不对 对不对 过 那在这里 如果以数学来讲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说 ΔT 你现在是这样子 可以把它写 写成什么呢 I J 方向 再加 Z的方向 然后再DOT I 乘上DX 再加上Z乘上DY 再加上K乘上DG 这个跟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嘛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写 我说 既然 T是XYZ的函数 基本上面 我想要知道某一点 它的变化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可以去把 我知道这一点 我要知道这一点 那这个函数的变化 我基本上面是 要把它移动一点点 我看它的整个变化情况 所以 你移动的点 就像我们在边边移 从X移到DX 意义是一样 移多少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三度空间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要移的DL 那因为它是三度空间 你现在要用向量来表示 OK 那你移改变的是多少 就是这个 换句话说 你现在把 一度空间的东西 现在变成三度空间的东西的时候 你本来是移的DX 现在变成三度空间的东西 你移的是DL这个向量 OK 换句话说 这个角色 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里的微分的角色 但是 写了这么一长串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就直接 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它 这个符号 就是倒过来的T 这个不是他不是BETA 这个我们叫做 轨点T 那它就是等于 RUN T RUN X R加RUN T RUN Y Z加RUN T RUN Z 我们把它练成 Gradient of T 它叫做T度 也就是 对应于我们学历的意识 那 你就可以看到了 BETA T 实际上就是 Gradient T 然后 BETA T RUN 这里面不要少了向量 还有一件事情 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 好 你现在知道它是一个 存量函数啊 一个SCALE 只不过它是 XYZ的函数而已 所以 但是现在在这里 你看到的是一个向量 每一个都是SYZ的函数 这边也是SYZ函数 这也是哦 那我们把这个 鬼点这个符号呢 我们把它定义 定义什么 你把T全部拿出来以后 我是不是变成在I方向 它的改变 跟J方向 它的改变 跟K方向 它的改变 换句话说 现在的Gradient T 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 I RUN RUN X 加J RUN RUN Y 加K RUN RUN Z 然后P的函数 然后P的函数 我们把这个东西 基本上面 它是一个向量 但是 它没有大小 它只有 在每个方向上面 作用的 这个动作 好 我们说在I方向 当YZ 固定的时候 X改变的时候 到底是多少 那作用在哪里 作用在 一定要有一个函数 让它作用的 OK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意义的 你要去 在YZ 固定的时候 X改变 是什么东西要改变 让你改变 就是那个后面 它作用的 后面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叫它说 它是一个operator 它是一个运算的算符 OK 它是一个算符 那这个算符呢 是对它后面的 跟紧 跟它后面的这个东西 去作用 这样能了解吗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向量的算符 OK 那这个向量的算符 你现在看在这个符号上面 我好像看不到 我们平常在向量的时候 然后这个镜头的部分 对不对 实际上是什么 在黑板上面 我们在纸张上面都省列了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可以这样子写 OK 只是我们都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operator都是向量的算符 你把它省列掉而已 这样了解吗 好 尤其是在书本上的话 它根本不画这个键号 起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向量的算符 那换句话说 你已经知道 这个算符 作用在这个函数上面 那当它作用在这个函数上面以后 那就表示它什么 回过头来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它的协力 对不对 同样的 这个也是表示它的协力 只不过它的协力是什么 三度空间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三度空间的协力 就很像 你现在想象卫星云图 你在看那个卫星云图的时候 OK 或者是那个 这个什么 等高线的部分 那个 你的地图上面的等高线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每一个都是相同高度 或者相同气压的部分 相同的值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面 我要去看 我的gradient的部分的时候 那你可以 从这个方向走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走 也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走 那 你要知道它的gradient 那已经是三度空间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说 到底从这个方向走 它的波度是多少 或变化量是多少 那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想要知道 从I方向走 从X方向走 我说从X方向走 我这个整个变化是多少 那我就把我的gradient 投影到I的方向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 这个 DETA T啊 OK 它是 沿着X方向 它的改变 那如果你要知道说 它沿着X加Y的方向 OK 那你就直接把它投影到 哪里 投影到 I加Z的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不是 1 对不对 那你就必须要怎样 把它 规一化一下 1分之1 更好2分之1 OK 就可以 这个值是1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沿着这个方向走 它的改变值是多少 那我说这是normal方向 OK 所以 基本上面 你现在已经知道 gradient的物理意义以后 那反过来 gradient T 如果是等于0的意思是什么 就表示那一点点 你移动一点点 它没有什么改变 或者是完全平的 或者是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 三点 OK 它是一个极值 你改 你移动一点点 它没什么改变 它是一个极值 或者是一个minima的点 你移动一点点 它没什么改变 那你移动一点点 它没什么改变 OK 所以gradient T 等于0的话 它是一个 steady point 它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定 反过来 你也看过马鞍啊 是一个 你们都看过马鞍 马鞍的话 你从这个点下来 这个是一个minima的点 从这边过来 这是一个maxima的点 基本上面 这个点的话 它的grade点 是等于多少 它会等于0吗 会不会等于0 会不会等于0 再思考一下 在这个值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 你从任何地方过来 它都是0 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从任何地方过来 它还是0 都是minima 对不对 但是 它从其他的地方过来 它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想象一下 从这样子过去 你是minima 从这样子过去 你是minima ok 从这样子过去 你是minima 但是从这边呢 就不是了喔 因为你是这样子过来 这边高的 然后滑到低的地方去喔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不是 你可以从这个高的地方滑过去是低的啊 但是只有这两个方向是极值而已 所以规点等于0的时候 它是一个稳定的 stated point 这个是stated point 它并不是完全稳定的 它是满安点 ok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的话 它也可能规点等于0 那你要求极值的时候 你现在你就要非常小心 假设你从这样子去 你是沿着这个方向 那你发现它等于0 你沿着这个方向等于0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stated point 所以你要稍微的去check一下 说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的肩板 另外一个是should up point的时候 ok 那在这个should up point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 极值的部分 那这样子可以 这样子呢就不是了 ok 这个 但是这个方向是极值 这个方向是极值 但是这个就不是极值 这个就是stated point的情况 所以在物理上面 这两个东西是要很 那你要真正规点等于0的时候 是各个方向 你统统要等于0 不是沿着某一个方向等于0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你现在已经接受了 接受一件事情是 你接受它是一个operator 而且这个operator是一个beta ok 那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说 假设一个operator 假设一个beta 那它可以什么 可以跟一个scaler作用 也可以两个operator 两个beta来作用 那两个beta作用有 dark跟什么close 这是我们之前对一个beta 我们所得了解 现在它也是beta 只不过它是一个operator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 对这样的一个operator来讲的话 好 我可以把它看成 很像beta的性质 那我们现在我们说 既然它是beta的性质的时候 你看到它 它可以作用在什么 一个scaler上面 对不对 那就像它一样 只不过 它是要作用在这个scaler上面 t一定要写在它的后面 你不能像它一样 写成这样子 这是没另外一种意义了 只不过把这个operator 乘上什么 t贝而已 一个常数而已 好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我把这个operator作用在一个scaler的function上面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把它作用在一个vector function 那我作用在一个vector function呢 就变成是什么 这个东西本来是vector 那他 我把它写成另外一个好了 v好了 或者v都可以 他也是一个vector 他是vector 他是vector 你有两种方式来作用 一种就是什么 一种就是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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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两种东西 这两种东西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operator 作用在一个vector上面 那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 它作用在vector上面 又分成两种作用方式 一种是dot 一种是close 一种是close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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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